好 继续把镜头转回国内来关注的就是台东6.8强震了 其实算一算今年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多起的有感定震 频率已经真的比往年平均还要高出许多 气象局也证实现在的确是在地震活跃起 而且其实放眼国际 包括像是冰岛的火山喷发 还有日本菲律宾的强震联动升温的地壳运动都在在的显示 全球正处于地震活跃起 不过地震侧报中心主任陈国昌泽回应说 其实现在还很难判断 剧烈的摇晃伴随民众此起彼落的尖叫声 2022年才开年第三天就发生规模6.0的地震 延续2021年地震频繁活动现象 2022年也不平静 3月23号花莲长虹桥监视器画面瞬间晃成整片残影 这场发生在花莲近海的强震全台有感 再把时间往后推 5月9号下午2点地牛再翻身 镇央位在台湾东部海域规模达到6.1 宜兰花莲双北震度都达到三级还没完 客厅监视器晃到模糊 工厂玻璃罐装的名产破了一地 6月20号的这场地震瑞士规模同样达到6.0 如今两天之内再发生 两起规模超过6的地震 远远超过台湾以往每年2到3次的平均记录 现在是处于地球火药期 所以你会看那个冰岛什么的也是在拼拼喷 然后日本火山拼拼喷 这就表示地球为什么会发生异常的活动 这个火湖在本来就是比较活药的地方 但是活药的地方就是说第一个是强度 第二个是频率 我们现在人类都是用统计来算的 他也不了解 所以说他也没办法预测 那现在就是说只要是超过统计的平均 就照这一场 尽管统计时间不够长远 不足以进一步断言活跃期的定义或周期为何 但从近代资料而定 能量的释放的确明显强而多 看看这回的主震规模达到6.8 等同8颗原子弹的威力 为今年最大的地震 而截至9月19号早上9点钟 两天来总共地震次数高达147个 其中前震有73个 主震一个还有余震73个 菲律宾的板块 每年都往欧亚大陆板块在做这个挤压 一年平均统计下来 差不多有2.2公分的这样的一个挤压量 你都没有发生运动的话 这能量会累积 累积到超过这个地格这个材料 它能够允许的这个硬力以后 释放以后就会造成这个地震 那这个释放以后 这个能量释放就有一点像这个 如果说它是一个断层的话 那等于它是有很多个V-Point 串在一起的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V-Point 率先先释放出来 那它呢 它的能量又足以触动到 其他另外一个V-Point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就像我们所讲的 有点像这个鞭炮一串 然后呢就是 这样持续的发生下去 尽管主阵之后 余震频率看似逐渐降低 但人不排除未来还会发生 规模较大余震的可能 尤其近袭频繁的地震 不只发生在台湾 放眼太平洋火环带 今年包括日本 3月16号才发生 7.3的强震 还有7月27号发生 7.1强震的菲律宾 以及9月9号印尼巴布亚地区 也出现6.0的极浅层地震 最近地震确实比较活跃 但它活跃 所谓活跃期 并不是什么百年活跃期 而是它这一次 大概到2025年左右 从2020年 甚至从2018年到2025年 其实是比较密集的地震 大概到2025年冬 或是2026年春天 地震能量才会慢慢减缓 高峰中的高峰 从去年延续到今年 得过多久才会平稳 没人说得准 肯定的是 世界板块相互联动 千亿法动全身 全球都正处于地震或月期 第四新闻 何佳阳 成文月台北采访报道 今天的地震 真的是比往年要频繁许多 可是也未必说 未来都一直是这样 因为纵观台湾地震 发生的这个历史 今年上半年 就已经发生了 六个规模六以上的地震 尤其花莲玉礼房屋倒塌 让很多当地的居民感到忧心 专家就指出 台湾日本未在 环太平洋地震带 真的是要特别提高警觉 一阵天摇地动 停在地面上 黑色休旅车不停摇晃 水通岛 机车也被震倒 所有现场物品 全被突如其来强震 震倒掉落 仔细看 这名黑衣男子 先冲了出来 吓得惊慌失措 往屋外边跑边跳 接着 另一名家人也冲到屋外 这位女士双手捂着耳朵 吓到放声大叫 心细着其他家人 从监视器另一个角度 屋主女儿也逃了出来 站在自家货车旁 这时剧烈摇动 已经让当地居民吓坏了 地震的时候 我刚好在那个 在那个出货当中 然后因为 当然今天假日 我还是会加班这样子 然后刚好就是地震一来 我赶快先打开门 对 那时候我也是很紧张 然后赶快抱起我狗狗 就往外冲 可是 还好我往外冲 让东西都导成这样了 当时状况喔 我是在另外一头吗 嗯 那咬得很厉害 应该今天是第四次第五次了吧 是 我到底知道 我也是觉得我们花冬这样子 经常是这样子 我觉得好会更大 而且我真的发生了 然后事后我就一直在那院子中央啊 我就不敢走动啊 后来现在过来看 这边都倒成一片了 吓死了 这次的地震真的有够吓人的啦 你看那东西倒到这样子 我不曾碰过这么样 921还没有那么严重 你看看 东西都倒到这样子 我现在 我是赶快进来 要拿一些要用的东西 我现在里面 我不大敢进来 你知道我很怕有余震 今年的地震 是比往年要频繁许多啦 那那也未必说 未来都一直都是如此 因为纵观台湾的地震 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历史 今年上半年 就已经发生了六个 规模六以上的地震 飞地震还蛮快乐是一直在活动的 所以它会一直有力量累积在这个地质构造这里 那如果中间这么长一段时间 没有适时的将这个力量给释放出来的话 它有可能在这个地质构造无法承受的情况之下 突然它就可以大量的释放这个 这个能量出来 近年来地震大多发生在花东地区 民众担忧是否可能会有更大的地震 气象局公布全台44条断层的发震几率 台湾在未来50年发生规模 大于6.5地震的几率为99% 甚至规模6.7地震几率也有94% 我们以台湾地区来看的话 东部跟中山脉的西部 可能就不能用同一个模式来比较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所谓的有一种地震模型 就是在时间轴上 它有一阵子它可能地震非常频繁 相较于有一阵子它地震比较不频繁 那地震比较频繁的这个时间 那就会成为所谓的地震活跃起 中国大陆位在环太平洋地震带 和欧亚地震带之间 香港位在欧亚板块内 欧亚地震带包括印度 阿富汗 塔吉克与缅甸 而台湾 日本和菲律宾 在环太平洋地震带内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地震频繁 其实各地震带发生不同地震的可能性 环太平洋地震带约80%浅层地震 90%中层地震 欧亚地震带约15%浅层地震 10%中层地震 中阳级地震带仅含全球约5%地震 几乎全是浅层地震 台湾东部的话花东重骨断层 那这里是其实是很常发生地震 因为它在2018年就发生过花莲地震 预测地震无法像天气预报一样精准 地震会使建筑物倒塌 但建筑构造的发震几率比较高 危险区域应提高警觉 TVBS新闻 廖广斌 徐孟杰 蒋志伟 台北花莲采访报道 这场6.8的极浅层地震 连外国专家都关注 有人在推特就发文警告说 这次地震可能非常危险 再把时间交给作合 好 近期大大小小的地震 我们来看到尤其是在花莲台东的部分 观众朋友应该是更有深刻的感觉 其实在9月18号的下午2点44分 尤其是发生了瑞士规模6.8的强震 当然是造成了一些死伤 也有一些灾情传出 比方说像是轮天大桥就被震断了 而在花莲的玉里也有房子被震倒了 那么其实来看到在台东池上 是有6强的 而在花莲玉里则是也有6弱 那么挪威的地球科学家就指出说 台湾的这个地震恐怕真的非常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这场地震前一天 也才发生6.5的强震 地震后要发生更大的余震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微乎其微的 大概只有二十分之一 不过地震侧报中心主任陈国昌 他就说其实18号的这个地震 才是主震 而且这个地震不管怎么说 其实都是二十年来的前几名 主震前已经是发生了73次的强震了 这就类似上是2018年2月6号的花莲大地震 接连的地震跟余震会是群震现象吗 气象局认为这几天规模5以上的地震 数量不算太多 还不到群震的标准 其实这一次看起来的这个一连串的地震的活动 基本上就是过去以来已经能量在这个地震空区 它其实就是这一次连续的释放它的能量 全态震不停接连两天分别发生规模6.4和6.8地震 不少民众担心未来是否还会有更大规模地震发生 只要有大的地震发生 其实整个区域其实都有可能会被处罚 余震持续的时间多久 然后我跟着的余震它的规模多大 那其实完全决定于主震的规模大小 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指出 18日的地震是此地震序列的主震 余震至少发生134个以上 频率有下降趋势 然而这次地震究竟是一个主震 还是两个个别不同的地震 也引发讨论 要如何判断主余震序列 可以参考这个数据 典型的主余震序列 主震跟余震大概会差个1.2左右 吸的地震里的余震 最大的余震可能在5.8或6左右 可是像这个是6.4的地震发生之后 触发了这个6.8 这个才差0.4 那当然这种比较不像是典型的主余震序列 短时间如此频繁的地震 却也让人忧心会不会发生群震 群震的定义并不清晰 因为没有明确量化标准 尤其群震发生的时间 可能从几天几周甚至持续到几个月长 必须长时间观测 这回地震密集发生 有人解读是群震现象 但气象局表示 规模5以上地震约3起 数量不算太多 还不到群震标准 群震是规模差不多大 数量很多密集发生在同一区域的地震 这一系列地震无法明确判断出主阵的地震形态 而群震的发生有没有可能是大地震的前兆 是学界相当关心的议题 这两个之间的蛀虫关心 目前还是没有一个定论 气象局曾经在宜兰跟花莲附近 发现有一群群震很有趣 只要那个群震发生完之后 大概一个月内左右 就会在花莲附近的近海 就产生一个规模超过5的地震 花东群震多 上回较明显的是1951年花东群震 整个纵谷发生多次规模7以上地震 其实群震规模一般不会太大 但容易造成民众恐慌 像是今年初新竹县鹅梅乡 在短短9小时内发生连时震 规模介于2.4到3.7的群震 就让气象局特别关注 由于新竹科学园区就在地震带上 竹科企业不敢大意 竹苗地区有新竹断层 湖口断层及新城断层等三大断层穿越 就算只是小规模的群震 也不能掉以轻心 它在释放地震的时候 就是在做硬力的释放 或者说是能量的释放 所以它应该是会跟大地震的前后关系 应该有一定的关联 这关联性现在很不清楚 非常不清楚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做特征化 你现在都没有收集一些数据 把这个现象的特征把它描会出来 那我们将来就没有基础 资讯可以往前再追下去 地质学家目前还无法证实 群震发生和大地震之间的关联性 只能透过更精确的数据和经验分析 探究地球奥秘 TVB的新闻 陈建民文浩宇台北采访报道 而对于都市行的地震来说 直下行地震就是只发生在都会区下方的浅缘地震 这类型的地震根据过往的发生记录 往往都会造成极大的伤亡 而专家就表示透过官方单位的预估系统 如果直下行地震发生 大台北都会区恐怕将会倒塌一万多栋的房屋 提醒除了做好地震防灾的观念之外 加速推动老屋重建也是在避行 天药地洞东倒西歪 近几天连续地震震得民众心惶惶 让大家关注地震防灾问题 毕竟地震难测就怕大型灾难一来 楼倒防塌 后果不堪设想 发生在中央山脉那一侧的地震 规模6以上的 因为它整个段子很长 有300公里 所以也并不是非常少见 规模6.8的余震会持续一段时间 而且它比较大的余震 有可能超过规模6 尤其是浅缘地震 对区域影响更加剧烈 台湾地震频繁 邻近的日本对地震也不陌生 根据日本地震本部的资料 南关东地区在30年内 有70%的几率 发生规模7以上的直下行地震 这一类型的地震造成的伤害 往往都很可怕 都会去来讲 因为很多房子就已经比较老旧 那我们通常知道说 新的房子 按照新的那一阵设计规范 通常会比较坚固一点 所以在我们很多老旧的房子 其实还是都更是最有效的 直下行地震是正央发生在都市正下方的地震 地震震源比较浅 但接近城市地面 对都市圈伤害大 直下行地震的规模都比较高 著名严重案例 一是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 造成14万2800人死亡或失踪 再来就是1995年日本板神大地震 造成6434人死亡 研发灾害 包含火灾火车出轨 停水停电 建物严重倒塌 土壤异化海啸等等 那事实上这个是 新北台北的重大隐忧 那万一如果发生大规模地震的话 根据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 跟地震中心的一个模拟 我们可以发现 有可能会有一万栋左右的房子会倒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 所以日本人他们在做防灾的时候 常告诉我们 灾害一定会来 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直下行地震不容小区 尤其在都会区 更容易造成极大伤亡 专家表示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 地球上90%的地震 包含81%的最强烈地震 都会在地震断层带发生 中央地区调查所调查显示 台湾保守估计 至少有33条以上活动断层 大台北地区 像是山脚断层等等这一类 都是要注意的关键 一般的高龄者 还有就是他有一定程度 失能的高龄者 那在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目前 不管是在都市计划的防灾计划 或者是在灾害防救计划下面的 这些相关的计划 对于在高龄者的避难收容 这一块 其实我们在目前的一个细度上 和量能上面 看起来是比较不足的 那而且需要更进一步的细化 专家分析都市人口多 灾难来时疏散难度更高 尤其是针对高龄长者 包含灾害救援 灾害后勤 避难安置 医疗需求等等 建议防灾层级分类得更仔细 平时疏散避难演练要加强 屋灵结构比较老 尤其是921之前的房屋 建议做相关检测 政府在围绕都根的推动 也非常重要 这是首都圈的 未来的三角断层错动 新北跟台北 那另外当然 超龙浦断层 美龙断层 或者是美龙断层 这些重要的断层 在重要都会区底下 规模又超过6以上 那就有可能造成 所谓的房屋的倒塌 透过老屋重建 或是防灾型都根 我们可以把这个危险的房屋 变得比较坚固一点 地震难预测 直下行更恐怖 做好平时准备 灾前预防 灾死减伤 灾后重建 三步骤都得落实 减少人员伤亡 TVA新闻 叶熊来一名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其实台湾自从921大地震发生之后 不只政府制定的建筑耐震标准提升 许多公共建设跟基础设施 也陆续补强结构 避免地震发生时 造成更大的灾害 专家主要担心就是 由于政府没有办法强制民宅 进行耐震强化工程 如果有更大地震发生 最怕缺乏耐震能力的老旧民宅 有坍塌的状况 中央地调所的专家则提醒 政府跟企业做大规模开发 最好不要在公告的活动断层 周边范围300公尺内进行 就算断层尚未被关化为地质敏感区 上方建筑也一定要做强化仿证 周一上班日19号早上10点07分 全台再度发生地震 台北捷运文湖县站长 快速巡查手扶梯或电梯 有无异常停机或乘客受困 紧接着还要目视巡轨 在列车行驶的时候 怕说有轨道凸起或隆起或是有障碍物 然后我们就可以腰下紧急停车按钮 震度2到3级 站长必须慢速巡轨10分钟 确保轨道没隆起变形 如果发生像2002年的331或去年10月24号的大地震 台北震度四或五级 由于牵涉每天200万人次乘车安全 北捷SOP得更为谨慎 除了刚刚把旅客请下车之外呢 那我们会所有的轨道断电 安排账户人员下轨道做一个步行巡轨的动作 那等到步行巡轨的动作做完之后 再安排空车巡轨 几百顿重的车厢剧烈摇晃 台东强阵除了造成台铁轨道隆起 铁路桥梁变形位移外 华东公路交通受阻水电维生管线和通讯设施也出现损伤 台水统计花莲玉里超过3500户民宅破管停水 19号晚间12点前可抢修完成 另外台电统计由于山区土石崩落影响书店 截至18号晚间9点 全台共21000多户停电 19号可完成复电 至于合一合二合三场 则在9月18号下午2点44分的地震 分别测得2到3级震度 运作安全无余 基本上都是可以耐到震度7级以上的强震 都还不会损坏 都还能够安全停机 全台震不停 台电变电所工程师忙着巡检设备 确保输电线路和变压器正常运转 台电表示自从921地震过后 便陆续针对高风险区域进行设备耐震补墙 对于地震发生时的供电稳定有显著提升 这些补墙以后有经过0206的高雄的美容大地震 以及99年的甲仙大地震 还有102年的0327南投大地震 那也都验证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做的这些补墙 还有提升这个耐震度 都是有一个正面的 强化公共设施耐震度是必要工程 因为根据中央地调所统计 小小一个台湾就有36个活动断层 没被标示出来的恐怕远远不止于此 专家建议国土规划前最好做地质调查 强化防震系数或避免大规模开发 才能屈己避凶 断层不会把人弄死 是你盖的房子把人弄死 所以断层是无辜的 断层你可以做低密度开发或者散塌 日本的断层还是可以盖房子 但他提供民众以后说 我盖一个铜江蝶币的房子 可以啊我没有一件啊 但是你可能要换很多钱 所谓的玉里断层或是池上断层 这附近已经预估说在未来50年 会发生地震距离超过50%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知道这样的情形 那重点就是说 你有这样的information之后 县市政府跟中央政府 应该积极地想办法去补救 这些老旧的建筑物 专家表示921过后 许多公共建设和基础设施 都已提高耐震度 但没补强的老旧民宅成千上万 恐怕将是下一波强震的未爆弹 TVB新闻罗世彭 代元丽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